OK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字的功能 因為有些時候確實有這個需要 尤其現在大家都是 身價都上千萬有沒有 不是蠻你是那個數位相機 每個都千萬的 很多很大 那你如果其實300萬像素的話 大概是1MB上下 因為他用JP去壓縮 所以可能有高有低 但是到了千萬以上 至少都5、6MB以上 所以檔案太大其實你要傳不方便 那你可以透過這邊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P字功能 有沒有P字變更影像的尺寸 跟他的格式 一般來講大部分我們格式都不會變 所以您可以選擇 他有您看這裡 他總共有三個步驟有沒有 1 1 2 3 那麼通常來講影像格式我不變 通常我就選原來的 原汁原味的 好我就這個 那第二個呢你要變更尺寸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因為有的人直拍有橫拍 所以可能你直拍做一次 橫拍做一次 這樣比較好處理 因為比如說我只要固定的寬度就好啦 固定寬度 比如說我 橫拍的 網頁上到底放多大會比較好 你覺得 你覺得網頁上大概放多大比較好 其實大概是1024或者是800 800到1024中間就夠了 其實我們在螢幕上來講 你看起來 你看我們從左邊 從這邊到這邊 對不對 這個寬度的話大概是 800到1024像素 就夠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臉書不是有很多廣告嗎 還有很多其他資訊啊 所以其實不太可能做到你全螢幕看嘛 那大概是這個尺寸應該就夠了 那我這邊就設比如說1024 好 那麼我到這裡 它還有一個什麼路徑有沒有 預設會放在我們這個叫做西草下面的Foto 那您可以自己在上面指定 或者放在相同的 相同的它不會把你蓋掉 它在後面加上001 02003這樣 但是我通常會比較建議放在別的目錄啦 這樣檔名就一致了嘛 好 假設我這邊 那我就把相片把它載入進來 好 我在這裡 練習圖長 我就找一些給您看一下 好 這樣就好 那麼您可以看到我們右手邊 右手邊 這邊呢 這個是它原來的尺寸有沒有 那 後面這裡呢 會有新的 後面這裡會有新的尺寸 這樣有沒有看得很清楚啊 好 只是說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如果你可以的話就是 直的跟橫的各做一次 各做一次 各做一次 因為直的跟橫的那個比例不一樣 好 會比較好處理 好 那你看呢 這樣子好了之後我就按開始 變更 是 它就一張一張幫你換 這樣很快啊 那個有一個 可能是用百分比 那個都是 那個建議用那個處理 還有長寬的 欸 長寬的喔 有一個百分比 對 但是問題是 欸 用百分比我看一下 因為你用百分比 百分比 假設都是同一台拍 大概沒問題 比如說我已經知道它是固定三千 那我就算大概百分之多少 也就是三分之一 那這樣去算也可以 只是我比較少這樣 因為這樣 有時候比例 比較不準 欸 比較不準 好那你看一下喔 你看喔 在我們這邊 西巢 Photos 有沒有都出來了 你可以比較看看 所謂的比較看看 就是說 你看縮小完之後 有沒有每一張大概都 幾十K到一百多KB 一百多KB 但是呢 我們原始的 你看一下它原始的 我們原始的在這邊 最沒有都一MB有沒有 所以大小其實真的會差很多啦 你有做處理之後 而且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是負責上傳這些成果的 開玩笑 那個速度差非常多 欸 而且你比較不用擔心這樣 當然如果你希望說這些檔案 以後是人家可以下載下來 然後再印出大張的 那就不要改 那就不要改 嘿 好OK